DJ今天就来这个商业的地方 上面写字楼下面两层商场很多食物 对面这边住宅住宅都很多 这里住宅大部分都是排屋很多很多 这个样子很漂亮但其实是很平民的东西 找了Isaac店的负责人帮我们介绍一下 首先我问一下你这家店是什么名字 这家店叫做Leap on Bowl 为什么这样叫呢 因为我们买的东西多数都是放在碗子 所以我们主要有两大东西 一个是碗子面 一个是碗子饭 所以我们有Leap on Bowl 你喜欢是碗子饭或是碗子饭 你喜欢是碗子饭或是面饭 哦 做碗子的面我们分两种 一种就是湯面 一个是干涂的面 碗子饭就是处理的 有一个菜 有一个碗子饭 还有一个蛋 究竟马来西亚的饮食文化是怎样 或者饮食业是怎样去运作 大家可以多知道 我看到这些碗子 真的很棒 这些碗子 这些叫什么 青花桃桃 很有我们的传统 香港的食品 就是用这些碗来做 很有特色 很棒 而且材料很多 是 有面 有饭 又有包 有面包 有菠萝包 有甜品 有些比较薄厚的 就像枝重粉 那些粥 我们都有 是 给我的感觉 给我的感觉像什么 如果用我们香港人吃东西 像香港的茶餐厅 茶餐厅 香港茶餐厅最成功是什么 知不知道呢 由早上六点 由早上七点说又有 由早上七点做到晚上十一点 有些甚至会做二十四小时的 因为什么类的食物都有 那你就 早餐 午餐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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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宵夜 就是你做完了 我刚刚来这个 是什么 这个 其实有一个名字 它叫虎咬獅 就是它虎咬獅 我听了很多次 我不知道 虎咬獅 老虎的虎 狮字的词 老虎咬獅子 老虎咬獅子 其实这杯是moka 的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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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兖啡 咖啡 这是黄色的 逐样你告诉我 这是猪虫粉 猪虫粉 这个不得了 这是什么 咸蛋鸡 还有蛋 听你不够蛋白质 这是干拌面 狮子头 狮子头用什么 是乳肉 我这里卖的食物是没有猪肉的 因为我们是 年轻人都去吃的 这个区叫什么名字 Bandasiri Dama Sawa Bandasiri Dama Sawa 其实很多Dama Sawa 很多地方叫Dama Sawa 这个呢 Cicero Banana Choclet 这个是甜品 这个很漂亮 5元鸡肉 吃了很多 这些是焚后甜品 有些人吃 下午茶也可以吃 下午茶 所以说你们由早到晚 菠萝包 菠萝包 我们有很多馅里面的 有粥鸡 有鸡鸡 菠萝包 菠萝包 在马来西亚有的 但不是间间餐厅有的 不是间间餐厅有的 面包店也有 这碗我不拿 这是汤 这个你介绍 这碗是清汤 我们是招牌 但我们的面 我们是用手工面 所以我们的面 都是清汤 手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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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的面 有两种 手工面 一个是米线 我们的汤有三种 一个是清汤 一个是番茄汤 一个是辣汤 最多人吃什么汤 最多人吃清汤 清汤最多人吃 接着他就加辣椒 加辣椒 马来西亚 吃东西没理由 里面是辣椒 马来西亚 什么餐厅 什么 麦当劳也是这样 给你辣椒 对 我们要吃辣椒 香港给茄汁 吃辣椒 接着这包是辣椒 但样子差不多 小朋友才行 没见你 哈哈 好了 那我们先吃东西 吃东西再谈 可以 可以 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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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生意 如果实际一点 做饮食 就是最多人想的 最多人想的 做饮食 因为 经常觉得 你那个市场多差 多有问题 就算现在疫情 全世界 你都要吃的 都要吃的 其实这里有多大 这间餐厅有多大 你好知多公平 两千多尺 摆到多少个座位 差不多 可以坐到百多个座位 摆到百多个座位 摆到百多个座位 就是坐满了百多个座位 对 那如果 这里是一个商业区 算是否算是中价的地方 中价 算是中价 我们针对的客户 是一些 office 家庭式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 平时天 就是说 摆一到摆五的时候 我们到餐厅 很多office的人 吃饭 午餐的时候很快 那平均他们吃一个午餐 大约多少寸 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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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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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很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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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中价是20元 贵价可能就三四十元 他们吃过 那这里 如果这里 真的有些人 不如给他们一些意见 你不要介意说 投资一间 这样的轮延 的餐厅 由零开始 到处合 大约要多少钱 本钱 大概 这样的范围 差不多一千多呎 差不多八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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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又问多什么 看你肯说 八十万投资 如果 请工人 就请几个 请工人 我 就是说 你工人的话 我们看 这个店铺 差不多 现在的工人 有 因为疫情关系 有些工人 就没有做了 之前有剩十 十几个 十二个 差不多 现在包在厨师 外面 外面 八个人 现在少了点 因为NCO 又缩了点 缩了点 因为 海都放少了 跟着 我们要缩了点 因为生意 没有了 少少点 有些人 但我刚才看见你 都坐满了 是坐满了 我们是在时段 正眼时段 正眼时段 因为 六星期 家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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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多些 所以他们好像这个时候 就会多些人 不是说 朝早到晚上 就会多些人 在时段 那如果要圍住 他 有没有计算到 大约每一天 要多少个人 进来吃东西 每天 差不多 差不多 百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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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几个人就行 一个午餐 做了多少转 一个午餐 因为午餐时间 是一个小时 是啊 这里的人吃东西 比较慢一点 所以他们说 很快 十分钟 十五分钟 吃完 差不多一个小时 一个转半 一个转半 因为可能 有些人早点吃 有些人 有些人吃了 就是中菜 但是不是全部都是 一个转半 那就已经圍住了 选择了 我们一排 之后还有晚餐 晚餐 下午茶 就是晚餐 没有那么多人 差不多一半 一半以上 差不多 早餐 早餐 早餐是吧 早餐是比较少 快乐 下午餐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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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就开始迟早餐 早餐 现在我们8点就开始了 8点还要完 8点 工日 来 等5个小时 准备一下 八点半就开了 所以有些人来吃早餐 早餐 不要吃那么低便 对 肠粉 菠萝包 像小时 菠萝包 不用这么包 我們都有賣生熟蛋 海南麵包 平時我們去茶檔吃的那些茶沒有賣的 那些真的很吸引 如果我們香港這個餐廳 一個午餐 你不要說要做四轉 起碼要做三轉 否則違不到企 這裡租金多少轉 這個租金差不多一萬元 一萬元 一萬元就是租金 所以我經常說 在馬來西亞做生意 不是不能做的 你一定要做得好 你們花很多心思有不同的菜式 另一樣就是壓力小很多 我現在租了一萬元 如果在香港這個地方租金 我想十幾二十萬 十幾二十萬元 二千多呎在商場裏面 要十幾二十萬 十幾二十萬 你小時候的商場就是幾萬 很大壓力 對 變了要好快 但是食物不會比這裡貴很多 這裡譬如這碗飯多少錢 十幾元 十幾元馬幣 就是差不多二十幾三十元港幣 香港吃一碗飯 如果是茶餐廳 都是三十幾四十元港幣 你看 三十幾四十元港幣 加三元一杯飲 香港吃過下午 一般現在正常的 便宜的都是四十幾五十元港幣 這裡做到二十元馬幣 就是大約四十元港幣 少過二十元 對 少過二十元 就是可能三十幾元港幣 就少過二十元 比例上便搶得遠 這裡的成本 我做一轉一轉半已經夠了 香港沒有三四轉九五 所以很多馬來西亞朋友說 我去到香港吃東西 人家叫我快點走快點想吃完 吃完就放棍牙籤下來 收了你的東西 好事實說你走 其實一調回那個角度就是 香港做老闆很有壓力 因為那個時間很重要 譬如說每天的租金就是這麼多 我不做多兩個客戶生意 無法胃 所以沒有大壓力 是的 我有個感覺就是 這些是不是 其實 地下這個餐廳的餐牌時間 是故意做到 是適合不同的人去吃呢 是的 我們地下餐牌的時候 現在都比較大眾化的 例如說你早餐都有東西吃 午餐都有東西吃 下午茶都有東西吃 晚餐都在外面吃 那麼我們生意就會做 從早餐早上做個夜晚 是 但是宵夜我們沒有做 就是 餐廳就有類型 有一些就是很單一的 是 就是很專注 做雞就做雞 做魚就做魚 這樣 變成你這一類型呢 就是 可能你們真的迎入寫字樓 那些人真的天天下來吃 每天都有不同的聘責 不用那麼悶了 但是這樣做法會不會辛苦了 菜式多 菜式多就要看配料 好像這些飯 其實裡面的雞是一種雞 但是它的醬料不同 雞蛋有很多種 其實我們飯這道飯 我們飯不是用白飯的 我們是用蒜米牛油飯 蒜米牛油飯 蒜米牛油飯 是比較香的 是蒜米牛油飯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 比如說我們的湯料 我們湯都不是普通的湯 我們用了十幾種材料 拿進去熬的 是 拿了很久才 我們煮了兩杯 才能把它煮出來的 是 所以那些全部食品 說真的 我們真的用心 心背去製作 是 所以每天都在拍製有什麼要求 比如說我們煮好早餐是比較少人 我們試試推出好些 比如說這些東西 麵包 甚至上推出了粥給人家吃 粥都有 其實會不會是一路都會 嘗試做新的事 一路不停地做新的事 希望吸引多些客人 是 來多幾次 是 其實我們都是計劃中了 暫時上我們想買點心 點心就想買 不是每天 可能是拜羅里拜 不用那麼多 蝦豆燒米已經到了 蝦豆燒米羅馬雞 蝦豆燒米羅馬雞 是 我們有一個很棒的餐包 其實它是脆皮的餐包 是炸燒餐包 不是炸燒 是炸燒 是炸燒 是炸燒米羅馬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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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可以最推出 你出了幾個話給我聽 我們經常找點心吃 對 我們習慣吃點心 對 我又想問問你們 之前聽你們老闆說 是不是這裡都 如果我想投資 開一間 你們都會跟我們 有機會 不是一定 都會跟我們合作 可以的 可以的 都可以的 可以很多細節去談 投資多少錢 在哪個區 多大 多少人做工 其實有時我們看賺錢 除了我們要看那個銷量之外 我們都要看它裡面的人 譬如說如果八個人就可以做到 你請到十五個人肯定是錢 人工那裡都是有數 還有找地點都重要 找地點你找到那個中心 人口真的很多 那餐廳的數量就不是說多到不得了 有時你找地方非說你去商業中心 但是你沒有住宅區的話 那你就可以做大陸佩服 大陸佩服就沒有人了 如果你有商業中心 你又有住宅區的話 那你沒有那些辦公室的人 你就有那些家人 這裏就是了 我去過住宅 全部住宅 因為這裏是商業中心 我覺得這裏比較特別 如果一落水就有很多人 因為這個 有空氣 然後這個 隔車的位置 是沒有淋到水的 所以他直接去隔車的位置 直接是用來水淋到水的 是是是 正如下水 我都不會去檢查檔 有些露面 淋濕了 那這裏經常下水 那這裏經常下水 這個不適合呢 人家下水 生意差一點 我們下水就好一點 所以 所以我經常跟朋友說 就是要做功課 你做任何生意 或者好像我現在 移居過來馬來西亞也好 買樓也好 買車也好 買屋也好 真的要做功課 那有經驗的人士 BJ呢 將來正在製作 一些不同類型的 有經驗的人士分享 真的 超級多謝 跟我們分享 真的這麼多常識 這麼多知識給大家 謝謝 喜歡的